阿姨 还有的妈 太怕了 那我们能不能进呢 这叔叔也跟着一起呢 你还用进去不用了 你跟进来嘛 咱大妈相接 完全是耗子见了猫呀 有啥害怕的呀 咱红娘又不识人 来找你一趟 差点被你当贼呀 你好 你好 那啥呢 我们感觉有点害怕 真正我们就那个 就是在家 女人在家 害怕 那啥你 你陪我们一会儿 一会儿他们就录完走了 你快点就十分二十分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我听不了 因为我在外面站岗呢 我还去看车呢 这是真是心血落地 头一躁呀 人家红娘来给你相亲 结果你关着门 不让人家进 还叫来保安 检查人家身份 弄得红娘是一脸猛 前脚刚给你打了电话 后脚你就拿我当坏人 俗话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但咱大妈属实有点防过头了呀 因为那个我们给她介绍 那相亲对象还没来 所以我们还先来 还有你看这阿姨 在我们这报着名 然后我这跟她联系好了 我才过来的 然后她说她现在害怕 那对不对阿姨 你到楼下来 你到楼下来 就咱俩隔着门 你看一眼我 你要害怕的话 完了吧 啊 你再重开一下 重开一下 哎 妈呢进来吧 哪 妈进来吧 不是 你是 同一上去就排你家 对呀 可以你上来吧 我要我眼睛白来了 你上来吧 那好吧 但是我可不能陪你那么长时间啊 叔叔把我们送上去行不行 要说咱长大妈这只弄的 真是唱戏的腿臭筋 属实上不来台呀 你吆喝着人家过来给你相亲 人家跑来了 你还让保安全程盯着人家 咱要是不放心 就别来相亲呀 大老远跑来整这一出 属实有点少见呀 阿姨 还有的吗 太怕了 你怎么害怕 那个 那我们能不能进呢 这叔叔也跟着一起呢 跟着来了 我还用进去 你跟进来吧 好在咱红娘是长江里的石头 见过大风大浪 这是也能理解 不过咱大妈这谨慎劲 属实有点过了呀 更别提和大爷相亲了 我看这次也是鼻孔喝凉水 够呛 谨慎过头完全是心病 比起相亲 更需要找心理医生呀 你这个我们也是第一次有你家的待遇 来了以后怕我们换人不敢开门 对不对 是是是 是这样的 对不起啊 没事 我跟叔叔定的是让他两点左右到 行 所以我一会还得去接他 你如果那个 怕那样有什么 不介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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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会我也得带叔叔过来 可以不 行行 带着呢 因为是我家保护 我看你这带一箱牛奶是 这不能空手啊 投一次来 到人家畅门得带着东西 是 是不是 这是理解的问题 我没说嘛 做人有五个字嘛 这就是理的问题了 理解的问题 这小红兜里头装啥呀 这都是我的烂七八糟的 那自己随身带的 是 还有小本啊 有小本 拿个本干啥呀 拿本来去 想起啥事 写一下去 哎呀 这相亲的呢 还能写点啥事啊 那一 既上次相亲 咱大爷学聪明了呀 千里送鹅毛 李星情一重 毕竟舍不得孩子 完全套不住廊 虽说这次咱大爷准备的充饭 但有些事是江山一改 但本性难一啊 说通俗点就是咱大爷啊 凯杠 来来来 请 阿姨 你好你好 来来来 来来 刘大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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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给您拿了一些牛奶 哎呦 表示感谢啊 我用主刀 行 叔叔咱们得换腰鞋 行行换鞋 这个给他穿那个最肥的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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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吧 这个最肥的 行 这个就可以了 行啊 行 然后那个 中文做的沙发 好 这个是阿姨家 阿姨自己 挺干净的 你想看 还是坐着聊聊天 啊 不用看了 咱大妈是风浪中行船 摇摆不定呀 人家大爷都登门拜访了 你不赶紧招呼 咋光往门外瞅呢 把大爷迎进门 你却消失在进口后了 这次相亲 估计全程地靠咱红娘了 毕竟咱大妈在交流方面 属实有点不行呀 性格挺不柔的 挺不柔的 嗯 是你喜欢那行不 行 行啊 不强势 不强势 我喜欢不高不矮的 一比七十多就行 看不看 压力啊 那老高 我什么时候带来 你游泳看看 不能看呢 我村子也带来 你看不看看 不能看 你能给人看存折 还是大 这省得 他以为我骗谁呀 这不比较实在 我看看 你一个月 开多少钱 对 看说不说假话 咱刘大爷相亲 总是八十岁吹笛子 近视老调 见面先秀存折和余额 随后开始讲 他的人生原则 毕竟除了这点东西 其他的还真没有什么了 更指望不了 他能说什么 我做的原则就是五个字 人意理智勇 我就是这么做人 人倒是个好人 是 本本分分的好人 我没有什么太大要求 第一必须得身体好 第二得有正能量 就是人的正正经经 本本分分的 第三呢 就是做点家伙 两个人一起做 就这点要求 叔叔像阿姨说的 这个两个人一起 或者是做个饭 打扫个卫生 啥的 您觉得 这都无所谓的事 咱大爷是小姑娘的脸 说变就变 上一期你为啥相亲失败 不还是你懒得做家务 懒得清理房间的垃圾 以至于相亲大妈不坏而散 而这次呢 真是看人下菜笔啊 还是相中咱大妈了 否则你也不会矮子光光 随生附和呀 一般都以男的为主 你觉得 他一旦上我那住就要成的 我那房间的干啥 你那房间多大呀 八十四 也不行 我家的一位 那如果是 这个阿姨的儿子 家里人呢 想让阿姨在这 那你能不能过来生活呀 那两头住行平 两头住 也行啊 两头住也行 上我那住医院 到这就住医院 多活呢 看见没 咱大爷就是一级 抬抗运动员 这身在府中不治府呀 咱大妈是啥也不妥 你还不消停 不管她住在哪里 这时都行 咱相亲呢 都是以女方为主 说通俗点 在说话上 都得顺着女方 但你这次呢 也是学聪明了 开始知道折中了 一般男同志吧 他很上女朋友家住 大多数人都自尊心强 有压力 对呀 就好像到插门 对呀 好像住不起房子 上一米一家 他就有这个想法 对 所以 你是咋叫的 我们说不行 就两门住吧 行 就算他家也行 我就跟着他说 那人家费钱的要求 我就去 那我有个新家 更好 对 省得我自己在这 叔叔家那个房子呢 其实算老房子 然后也没有太多的 这个装修和装修 对对对 就不知道阿姨 会不会对这个居住的环境 会有一些要求啊 怕叔叔家达不到 因为叔叔家 肯定没你家收拾 对对 我们家是四万 现在也是 就是不问你 像你家什么 咖喱蜜蜜蜜 应该说自己一个人 我就是洗了厚度的 行 到时候 都能洗不清 咱红娘是茶壶里装饺子 有货倒不出 说了半天 还是咱大爷家的垃圾多 上次红娘让她收拾 人家非说是风格 结果气得 乡亲大妈扭头就走 免费给她收拾 她却果断拒绝 咱大妈这会不在乎 是因为她完全低估了 其实刚开始 记得我心思 哎呀 那么高 那么绑的 那么大 你身高多少 接受不了 现在来这根 扯得也挺好的 不你身高有多些 什么你身高 身高啊 我一米六五啊 二米六那不爱 一米六 阿姨是觉得你有点太高 没想到这么高 再来比喻看看 我看看 看看 看看刀了书吧 到哪儿 刚刚好哟 到哪儿 刀耳朵吗 应该我看看啊 差不多 刀耳朵吧 签笔吧 差不多 刀耳朵 这是人眼一瞅一点 人高马大的 太高大了 现在太习惯了点 我对个儿没要求 一米六十以上就行 阿姨觉得这个身高刚开始有点大处 显得高啥大个儿吗 个儿啊 心都实啊 人都挺坦诚的 你说咱们在这乐 这么多人在这陪着 咱们应该感到荣幸 应该感到好 现在看不起 很会说呀 不是说很会说呀 很会说啥呀 我就想找一个男 有藤有乐的两个人之间 就是互相有那种爱的那种感觉 我这人呢 有时候就对谁要是爱呀 我这就了不起 你俩乡亲 属实少见呀 不谈钱也不谈条件 而咱大爷呢 是残宝宝地嘴 出口成尸 红娘坐在一旁 心情却是大姑娘出嫁 又喜又怕 生怕咱大爷情绪激动 毕竟上一期 他都快和乡亲大妈对起来了